近年來氣候變遷 天災頻繁的臺灣將面臨水資源的議題 不論是從農業 工業 民生等 都與水有緊密的關係 但是政府不斷地在原住民鄉鎮開發 水綠署為了要因應民國一百一十年 公益未來竹科三期開發後的用水計畫 在堅持鄉納羅西和景平西交匯處下游 約一百公尺處 興建可以年供七千多萬立方公尺的用水 堅持鄉反興建水庫自救聯盟的會長就擔心 會淹沒現在的比林 小景平以及梅花部落 有五十四戶共兩百五十四名居民的家屋 都會沉入水底 興建水庫根本就是要滅足 我的生存空間從幾代下來都是在這裡 傳統的原住民的部落裡面 它是一個互助 而且是一個關懷關心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文化傳承 若是說離開了這個地方 我們不單單是文化也會被流失 也包括我們所有的傳統領域也會跟著不見 對三年前發生一場生離死別 莫拉克颱風受災戶的南方部落重建聯盟總召阿布來說 他看到的是現在越來越多新生代有警覺自己部落被開發造成威脅了 會熱心參與重建 這次世新大學連續兩天二十二二十三號舉辦的台灣社會研究 學會年會開門建山來討論分享永續的水與原住民部落發展 談的都是與水資源有相關 反比林水庫的居民大動作以抗爭的行動 要求水利署停止比林水庫的規劃動作 直到目前包括荒野保護協會和相關環保以及原住民團體 都相近加入簽署聲援 就是希望水利署儘速停止比林水庫的興建計畫 到目前為止水庫興建計畫遲遲都還沒畫下句點 記者艾蘭蒜拉魯 台北市採訪報導